第二区域内,此刻鬼牙收回伸出的两根手指,对付其他人,他只需一指,可面前的公孙云竟可以抵抗他的第一指。 此刻公孙云面色苍白,快速后退,苦涩地认输,抵抗第一指已是极限,他不能受伤太重,他即便是争不了第一,也要去争夺第二。 向着鬼牙抱拳,公孙云走下站台,回头看了眼公孙娃儿的地方,他皱起眉头。 鬼牙神色平静,也离开了站台,同样在离开前,扫了眼白小纯那边,看到白小纯的那些防护后,他目中露出一抹一芒。 站台外的暗男弟子全部低下了头,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,对于北岸彻底的同情。 北岸弟子疯了,公孙娃儿抓狂了,他尖叫中扑向白小纯,用了所有的方法,无数的神通术法轰去,可依旧无法破开白小纯的防护。 尤其是最后一道,那黑色的手镯化作的液体覆盖全身,这可是能阻挡一次筑机修饰的保命之物。 直至一筑香后,公孙娃儿喷出一口鲜血,整个人虚脱下来,他无神地望着白小纯,目中露出绝望。 正要拼了去将凤鸟召唤出来,可白小纯瞄了他一眼,手中出现了一枚丹药,在手心里扔来扔去。 公孙娃儿愤愤,死死地握住拳头。 认输,他憋屈地开口,目中露出强烈的不服气。 承让承让,还是你申明大意,没逼我出手。 白小纯心底老开心了,可表面上却摆出高人的姿态,抱拳淡淡开口。 这句话说出,南岸一个弟子眼泪都出来了,公孙娃儿更是气得浑身发抖,咬牙离去。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,上官天佑与徐松一战,也到了尾声,上官天佑一剑落下,有强光惊天,光芒消散后,徐松的身前,五尊兽全部违靡。 他自己也蹬蹬蹬地退后数步,看向上官天佑时,目中露出敬佩。 剑灵之体果然非凡。 他嘴角溢出鲜血,缓缓开口后,转身走下站台。 上官天佑沉默,目光落在鬼牙那里,有精芒一闪,他知道自己的对手,在这里,只有鬼牙。 想必他也与我一样,觉得与其他人开战,很是无聊。 上官天佑收回飞剑,目光扫了白小淳一眼,看到他身上的防护,目中露出轻蔑,走下站台,迎接他的是南岸无数的欢呼。 在这欢呼中,白小淳也傲然地归来。 第三轮的第一场,六人交战,胜者鬼牙,上官天佑,白小淳,败者徐松,以及公孙兄妹。 相比于上官天佑与鬼牙的胜利,北岸没有太多关注,他们此刻已经被白小淳的几次三番的无耻,气疯了。 白小淳已经成功地引领了这一场天交战的节奏,甚至造成的影响之大,难以估算。 北岸外门弟子一个个红着眼,握住拳头,死死地盯着白小淳,被数万人这么瞩目,白小淳很心虚地摸了摸鼻子,装作没看到。 公孙娃儿气得浑身发抖,身边兄长公孙云,低声劝说,这才咬牙打坐,恢复灵力,其他人也都抓紧时间让自己恢复。 三炷香的休息时间过后,第三轮的第二场,正式开始。 第一区域内,鬼牙的对手变成了公孙娃儿,公孙娃儿苦涩,望着面无表情的鬼牙,他没有出手,选择了认输,他不能再受伤了,否则的话之后的几场, 他会极为不利。 随着公孙娃儿的认输,鬼牙直接胜出。 与此同时,第二区域的斗法正在轰鸣,上官天佑的对手是公孙云, 这能在鬼牙手中抵抗低指的公孙云,此刻袖子一挥,全身上下无数虫骨飞出,铺天盖地,直奔上官天佑。 上官天佑,神色微微凝重,右手抬起时,一把飞剑翁鸣而出,剑起纵横。 这一战,本应该是万众瞩目,可如今,不管是南岸还是北岸,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第三区域内。 在那里,白小纯一脸傲然地上台,他的前方对战之人是徐松。 徐松望着白小纯,嘴角露出冷笑。 擅长丹药,擅长防护嘛,不过你这一次遇到了我,注定你会极为凄惨。 话语间,徐松右手抬起猛的一挥,立刻四周虚无传出咔咔之声,竟有三尊凶兽凭空出现。 这三头凶兽一个是身子足有一丈多高的巨大猩猩,还有一个则是一头猛虎,而最后一个居然是被有翅膀的巨大蝙蝠。 这三尊凶兽刚一出现,凶艳滔天,气势惊人,每一个都赫然给人凝气九层的威压。 白小纯,看看你的防护,能否承受得住我这三尊战兽不间断的轰击。 徐松宁笑,正要出手,你认输吧。 白小纯叹了口气,右手抬起时,取出了发,请丹,同情地看向徐松。 又是这句话,灭了白小纯。 在白小纯话语说出的瞬间,北岸弟子齐齐怒吼。 望着白小纯手中的丹药,徐松仰天大笑,神色露出轻蔑更有强烈的得意。 早就知道你会取出这无耻的丹药,不过你真的以为徐某没有任何准备吗? 我这三尊战兽是特意为你预留的,他们都是慈兽。 徐松得意非凡,这才是他最大的把握,他有信心,这一次一定要为北岸出口气。 北岸弟子听到这番话,也都振奋起来,不断欢呼为徐松喝彩。 白小纯内心咯噔一声,眼珠在眼眶里飞快一转,神色如常, 依旧是墓中带着同情,淡淡地说了一句话。 我这丹药,对兽有用,对人也有用。 白小纯吓唬地开口说完,看了徐松一眼,又瞄了瞄徐松身边的三尊慈兽。 他话语一出,北岸弟子瞬间一片死寂,每个人都呆了一下, 随后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一幕幕想象出的画面,那画面太凄美, 以至于让所有人都倒吸口气。 徐松更是睁大了眼,脑海轰的一声,如有天雷轰击, 他面色瞬间苍白,想起了北寒烈,想起了公孙娃, 又想起了若白小纯说的是真的,那么自己一旦被丹药碰触发了情, 他用力地咽下一口唾沫,下意识地看向身边的三尊战兽, 整个人都发抖了。 与此同时,这三尊战兽似有灵智,居然也看了看身旁的徐松,浑身发抖。 徐松没有任何迟疑,瞬间就将三尊战兽收走,他不敢赌啊, 哪怕他觉得白小纯所说九成是假,他也不敢去拿这种事去赌。 就在徐松将那些战兽收起,心神震动的瞬间,白小纯向前一步走出, 全身光芒闪耀,防护开启,整个人迈着大步,直接临近, 右手抬起,向前猛的一挥。 这一挥,一股大力扩散,徐松的强悍,在于他控制的兽多, 此刻不敢取出战兽,实力一下子弱了大半,根本就无法抵抗, 直接被白小纯卷起,鲜血喷出,灯灯灯的后退,憋屈与愤怒交加, 他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,握拳认输。 白小纯眨了眨眼,干咳一声,抱拳后,大摇大摆地离去, 他的身后,很快传来无数的怒吼与抓狂。 白小纯,你你你,那该死的丹药,必须被灭绝。 天啊,谁去把这被比的白小纯干掉,我除十个灵石。 我除十五个灵石,干掉白小纯。 北岸疯了,无数人开口时,累计的灵石很快就上万之多, 看得南岸众人一愣一愣地,纷纷对白小纯这里, 敬佩地到了前五古人的程度。 这种公然的悬赏,让白小纯面色都变了, 赶紧快走几步跳下站台,觉得背后凉嗖嗖的, 尤其是当他看到这悬赏的灵石, 居然都超过两万后,他的心颤了起来。 你们不讲理啊,我白小纯每次出站, 可都是先劝说对方认输的。 白小纯着急了,又解释了一句。 这一解释,北岸众人更为发狂, 直接将灵石追加到了三万的程度, 天空上那只凤鸟,一脸幸灾乐祸, 在半空中不断地叫唤, 看得白小纯心底恨恨。 甚至上方露台上有不少长老, 都露出感兴趣之意。 我是荣耀弟子, 我是掌门师弟, 谁敢宣赏我, 我让我师尊把他逐出宗门。 白小纯眼看如此, 头皮发麻, 扯着嗓子威胁道。 于是, 北岸更疯狂了, 不知是谁第一个没忍住, 直接扔出一把飞剑, 隔着站台飞来。 于是无数的北岸弟子, 几乎全部取出了法宝, 身边的战兽更是嘶吼, 仿佛要爆发星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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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吓得白小纯迅速后退, 好在这个时候, 露台上的那些宗门长辈, 实在看不下去了, 一道光芒落下, 阻挡了北岸。 与此同时, 上官天佑与公孙云的一战, 也到了尾声, 上官天佑出动了三把飞剑, 公孙云用了浑身解数, 最终暗淡的认输, 结束了此战。 上官天佑微微气喘, 公孙云的强悍, 让他也不得不认真起来, 此刻走下站台时, 目睹北岸的疯狂, 他皱起眉头, 看了白小淳一眼, 目中露出轻蔑与不屑, 甚至心底还多少有些嫉妒, 依靠一枚丹药与防护, 居然和我一样, 走到了这一步, 横, 上官天佑转头闭目, 盘西吐纳。 我会被钰转, 拥有一百天, 你怎么会被钰转, 我只会被钰转, 到转转,